南投草屯一间造型减法店响应南楼县麻烦小天使协会 要替身心障碍的孩子兴建天使家园 从即日起到7月4号 只要民众到店内来消费 就会捐出5元到50元不等的金额 虽然说不多 但是点滴汇聚起来 将会是一份巨大的爱的力量 而如此有意义的行为 也获得顾客们的肯定 展现亲切力和专业服务帮客人减法 设计师林玉婷从国中开始学技术 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外 每个月还固定到疗养院做意见 这次跟和同事一起来响应 南楼县麻烦小天使协会 新建天使家园的计划 主动参与做公益 家还是最温暖的 还是必须要回到草屯这个地方 然后回来就是带给大家 因为我在台中其实有学到一定的技术 然后回来可以帮助 就是想要爱漂亮的人 也可以做不一样的改变 然后想说可以接触 刚好有接触到麻烦小天使 也可以就是帮助他们 回馈他们这样子 业者以回馈家乡的心 从6月4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 只要客人到店内减法 就会捐出5元到50元不等的金额 邀请大家一起做爱心 当然是比较好啊 就是可以帮助一些 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帮助比较收尾 其他比较弱小的人 对 但我觉得还不错 对 而且就是设计师那个 姐姐她也就是 就还蛮厉害的 而且就是剪的过程中 她就是她也会讲 她就是也会跟我们聊天 然后会依照我们的需求下去 距离筹目1000坪土地 新建天使教育的目标 还有很遥远的路 因此业者来爱心协助 协会抱着感恩的心 机巧神多的话 也是就是那个树木也是很可观 所以是希望说 当然是越多越好 利用和业者合作 筹目善款的机会 身心障碍学员也摆摊意卖 推销自己所栽种的蔬菜 或是制作了花生糖 希望早日来新建天使家园 邀请乡亲一同做公益 记者女性脑线采访报道